脂肪是现在年轻人最忌讳也最讨厌的东西,胖子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,所以好身材是现在人追求的目标。 减肥也就成了当今的热门化期,很多人都有肥胖的烦恼,不过有很多人都只是肚子上的肉比较多,而四肢则是比较正常的。 一般来说,人之所以发胖,是因为代谢差,有的是排便难,容易便秘,导致脆肉在腰部堆积,不仅形象十分难看,还影响着身体的健康。 那么吃什么瘦肚子呢?下面介绍几种食物减掉肚子上的脆肉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脂肪最怕这几种食物,坚持每天吃一点,大肚难轻松瘦下来。 黑枸杞,最近今年特别火热的滋补食材,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维生素和很多种微量元素,同时还有很好的燃烧脂肪,主力减肥的效果,受到很多女性的喜欢。 黑蒜,黑蒜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,还有一定加快新陈代谢速度的作用。 将人体所受入的糖分变成身体所需要的能量,从而可以达到较低血糖值,减少身体脂肪的目的。 酷瓜便是很难吃了,不过用来泡水喝,还是可以接受的。 为了减肥,拼啊,酷瓜里面有一种高能轻之素,就是这种瘦身的特效成分,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体内多余的脂肪。 要过了多久就可以恢复小满腰窝,地瓜里面含有的纤维含量最高,它能促进肠胃蠕动,把你体内的毒素都排出体外。 而且地瓜最棒的吃法是烤着吃。 如果连皮一起吃的话,味道不仅更甜美,而且减肚子效果加倍哦。 百合 百合里面包含大量的营养成分,如维生素、矿物质等。 这些物质可以增进人体营养代谢。 经常减脂,盖算便利等功效,坚持每天一把,可助你慢慢调理成易受体质。 茄子 茄子含有大量的烫氧化剂,能帮助你加快体内的新陈代谢,对快速减肥非常有效。 另外,茄子的低热量和大量纤维素,也是能帮助你增加高负感和减少对其他食物涉入的。 这样就能达到自然减重的目的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